面对那从苍穹之上坠落的无穷活雨,李长弓选择以手中两把长刀硬钢。他出刀的速度快得如同闪电一般,巨大的刀芒在他身体周围形成了一圈密不透风的罗网,将所有弹药统统斩碎。可是,看到这一幕的张义,却非常开心地笑了。 有意思,不过我一空间里面储备的弹药,足够这么一连发射,整整一天一夜的。我倒要看看,你能够坚持到什么时候。张义身边,巨大的炮火军团如同天崩一般,倾泄出源源不断的活雨。他已经找到了李长弓能力的弱点,虽然不致命,但只要是弱点就足够了。 我记天翼虽然强悍,能够展开物质界的几乎一切存在,但是他必须集中自己的意志在某一样东西上面。所以,被他锁定的物质可以被他轻易展开。与此同时,他又会将目标之外的一切虚化。这原本是一种非常bug的能力,可以无视一切护甲,直接斩杀对手的本体。但是,如果是这种动辄以十万剂来发起的攻击,阁下又该如何应对呢?每一颗子弹、炮弹都是真实的。 他必须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将其展开。否则即便他穿着华虚国最顶级的作战服,又能经受得起多少轮的轰击?一百轮?一千轮?还是一万轮?张义就站在高空之上,不需要消耗任何异能,他所需要做的只是耗费一点点微不足道的弹药罢了。那种玩意,对如今的陆可燃而言,想要多少都可以制造出多少。而这样,张义就可以在这里和李长弓耗上一天一夜。李长弓的异能再强大,也毕竟有什么。 能经得起这样的消耗吗?李长弓的双手根本停不下来,因为张义的攻击也没有丝毫的停顿。他身边的平原已经被炸成了筛子,千疮百孔,整片大的都被打沉下去数米。 竟然是这种手段?真是难缠啊。 秦启公摸了摸自己的胡子,不禁唏嘘感慨道。 看样子,绝对防御果然不是浪得虚名啊。 混沌隐藏了自己的实力,到底还是勾成小觑的对手。 江涵悄悄握紧了拳头,他想起在星岛的那一战。 张义的能力是他见过最为无赖的,哪怕面对比他强上很多的艺人,他也可以从容地逃走。 本以为这一次有他提供的情报,再加上李长弓强悍的实力,一定能够让张义好好吃一次教训, 为白虎报仇,为东海大驱雪耻。 可是没想到,张义竟然在这短短半年时间里,变得比当初更加强大。 他都有些迷茫了。 一普西龙之后,有这么好提升吗? 他怎么会在半年之内,实力又提升了两千点之多? 而李长弓,能想到应对的方法吗? 江涵看着投影当中的战斗场面,李长弓面对张义的攻击,表情依旧坚毅,没有丝毫的狼狈。 这种攻势看似非常猛烈,但对他而言,完全能够抵挡得住。 但是,他又不是涌动机,可以挡下多少轮呢? 人家用枪炮,他用双刀,这么打下去,神仙都挡不住。 张义站在高空之上,虽然此时看上去是他占据了优势,但张义没有丝毫的大意。 他已经用万物寻寂的能力死死锁定住了李长弓了。 他要一点一点,一丝一丝地把李长弓给磨死。 李长弓,接下来,你还有什么手段可以反击呢? 张义心中暗暗说道。 李长弓的身躯在火雨之下依旧挺拔,但是他的眼神明显严峻了许多。 想要用这种手段将我耗死,哪有那么容易。 他手中双刀如同幻影一般舞动,射向他的弹药虽然多,但张义为了扩大覆盖面, 所以真正落到李长弓身前的弹药每秒钟也不过几百发,他完全可以挡得下来。 但是,这并不是一个小问题。 李长弓是一个猛人,可还没有猛到能够拿刀劈子弹的地步。 之所以能做到,是因为他持续发动我及天意的能力。 这原本可以展开一座山峰,杀死一名绝顶艺人的力量, 此时却拿来劈砍一颗颗子弹与炮弹。 简直就像是高射炮打蚊子,纯粹是浪费他的异能。 而且攻势源源不断,他想要停下来休息都不行。 这也是我及天意最大的弱点之一,单体攻击近乎于无敌, 但是群体攻击能力却非常孱弱。 李长弓知道不能够继续这么下去了, 否则他早晚要被张义这种无赖的打法给耗死。 李长弓一边反击,一边施展六戒无惧, 试图躲开张义的进攻。 可是在万物寻迹得锁定之下, 不管他逃到哪里,张义都能在第一时间找到他的位置。 阴霾的天空之中,一片火红, 如同是荡开千层云出现了一片巨大的火海。 火雨随风倾斜,而这阵风就是张义的眼神, 火雨的落点就是李长弓逃走的方向。 李长弓多次试图逃走, 但总是被张义第一时间捕捉到。 六戒无惧瞬移一次一公里, 空间穿梭一次三公里。 只要张义愿意, 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地将他锁定, 让他根本无处可逃。 几次纠缠之后, 李长弓也意识到了这一点。 继续逃走已经没有任何意义, 而拖延下去, 肯定是他先被耗死。 他抬起头仰望着天空, 无穷火雨纷纷落下, 如同蔑氏一般。 李长弓的眼睛里面闪过一抹狠利之色。 躲不了, 那就正面突破好了。 半空之中, 张义有条不紊地对李长弓发起攻势。 他的一空间当中, 可是大半个暴雪城的武器库, 那曾经是整个江南大区最大的武器仓库。 里面存储的武器 已经多到数不清的地方。 朱正为了拉拢张义, 也为了处置其中大部分末世之后 性价比极低的重武器, 所以把他们一股脑送给了张义。 却不成想, 他们落在张义的手中, 竟然变成了无比恐怖的大杀器。 张义非常有规律地对他们进行操作。 他早就让陆可燃帮他准备好了自动装填的设备。 这种简单的机械装置, 对如今的陆可燃来说极为轻松。 每隔上半分钟, 他都会重新换上一批新的武器, 避免枪管与炮管过热出现损耗。 以此来保证 对李长弓的攻击不会有任何的间隙。 他就是要把李长弓逼到绝路, 好让这个自命不凡的世家子弟品尝一下失败的滋味。 张义的攻势没有丝毫停顿的状态。 李长弓也明白不能继续拖下去, 因为张义的攻击不会对他个人有丝毫损耗。 可李长弓体内的异能只会越用越少, 体力的消耗他也吃不消。 毕竟他也只是肉体繁胎。 李长弓不再逃避, 决定与张义正面刚。 他抬起右手, 右臂的作战符忽然鼓起, 弹出一把只有八掌大小的弓弩。 但是那把弓弩对准张义的时候, 让他产生了一丝威胁的感觉。 看样子, 只要被擦到一下, 我的小命就没了。 李长弓的《我及天异》 是一种近乎于规则类的能力。 在他的攻击之下, 一切防御都毫无意义。 如果以高速击中张义的身躯, 哪怕只是小小的触碰, 其中蕴含的巨大威力都会让张义的身躯破碎。 咻! 弓箭划破长空, 不知道是用什么科技打造。 他的速度快得已经难以用言语来描述。 纵然是张义的雷急都可能不急。 这速度甚至给不到张义反应的时间。 张义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头颅被贯穿。 回过神来, 作战服的智能系统立刻锁定李长弓的右手。 手弩即将发射的一瞬间, 张义已经提前拉开了距离。 弓箭破空而来, 在半空中轻扫出一条长长的涌道。 张义的背后, 一扇刺云之门悄无声息地被击碎了。 张义的眸子微微眯起, 心道, 好危险。 可他不知道, 李长弓此时的内心有多淹沉。 他自以为自己的能力天下无敌。 然而张义的能力, 比他的还要变态。 在有预知未来能力的对手面前, 任何偷袭与试图钻空子的行为都毫无意义。 我的所有攻击他都能够预判, 但是只要我的攻击速度够快, 即便他的大脑能够察觉到, 他的身体也跟不上。 或者使用一种即便他清楚明白的知道, 也躲不开的能力发起攻击。 李长弓一瞬间就分析清楚了眼下的局面。 然而可惜的是, 道理很容易想明白, 做起来却极其困难。 眼下, 张义和他之间隔着十几公里的距离。 已经试探出他底细的张义, 根本不会给到他拉近距离的机会。 他想追上张义, 可在能力方面, 他的瞬移速度只有张义的三分之一。 同理, 他想要逃走, 也会被张义给牢牢粘住。 一种被牛皮糖粘上的感觉, 深深出现在李长弓的内心。 眼下的他, 只有一种选择。 那就是赌一赌, 张义的武器库里还有多少子弹。 如果张义的弹药消耗完毕, 就无法再使用这种无赖的手段发起攻击。 而其他攻击手段, 李长弓根本不在意。 可是, 那样我也没有办法赢啊。 李长弓的心中满是阴郁。 事实证明, 最理想的状态之下, 是他耗光张义的弹药。 他杀不死张义, 张义也同样杀不死他。 两个人平局收场, 但是他打压张义。 博取名声的计划就落了空, 最多也就是不会丢什么面子。 可他堂堂降门之后, 却只是跟一个海边城市的仓库管理员打了个平手, 也没有任何光彩可言。 第一次, 他在张义的身上产生了张义众多对手同样的感觉。 这个家伙, 也太耍赖了。 他怎么就那么门糊啊? 李长弓不得不承认一件事情, 他错过了张义的实力, 也没有想到张义竟然还掌握着预知未来的能力。 真正的高手过招, 任何一丝疏漏都会影响胜败, 乃至于生死。 因此, 现在的李长弓根本没有办法, 在短时间内想出对付张义的手段。 但是他不会认输, 他选择对峙下去。 最差的结果, 也要打一个平局出来。 李长弓话虽然这么说, 但并没有一味的防守。 他冲上高天, 利用飞云布踩踏着凝实的空气, 迅速朝张义逼去。 消耗战, 比拼的是耐心和抵御。 看似没有漏洞的二人, 在长久的战斗当中, 都有可能露出破绽。 他们两个人都很清楚。 无论是谁, 只需要露出一个短暂的漏洞, 对方一定不会错过, 并以此来终结战斗。 张义! 李长弓愤怒地高喊着张义的名字, 手中长刀划破长空, 凌冽地刀芒冲天起。 但是他无暇去进攻张义, 因为他需要先解决 那如同狂风咒语一般, 从三千道次元之门当中 不停倾泻下来的弹药。 弹幕如瀑布一般倾倒而下, 整片天地都被染成了火红的颜色, 美丽极了, 也危险极了。 张义当然知道李长弓的目的, 他也不会给李长弓靠近的机会。 只要不停地耗下去, 李长弓不败也绝对会元气大损, 体内的异能量损失严重。 而张义却依旧是完美的姿态。 到时候, 他就能够以绝对的优势战胜李长弓。 李长弓登天而来, 他每进一步, 张义便退三步。 两人之间的距离非但没有拉近, 反而是在逐渐扩大。 但是李长弓没有停下来, 而是继续升空。 直到他进入云层之后, 他的身形忽然消失在浓厚的云层之内。 张义顿时清除了李长弓的计划。 他是打算利用厚厚的云层作为遮掩, 躲过张义的弹幕攻击, 然后靠近张义发动袭击。 而且, 在无法锁定李长弓的情况下, 张义的万物寻技也就短暂地失去了作用。 上道文看到这一幕都忍不住说道, 聪明。 想要躲过混沌的攻击, 沟尘必须找到物体作为遮掩, 避开他的锁定。 而天空之中无处不在的厚重云层, 就是最好的掩饰。 张义停止了射击, 眼神迅速在周围的云层当中闪过。 他深舟十几公里的范围内, 云层早就被汹涌的火力激荡开去。 也就是说, 李长弓想要突然近身是不可能的。 但是同样, 张义也无法锁定李长弓的位置。 刷! 一道凛列的刀光从张义下后方亮起, 直奔张义的后背而来。 这个角度非常的刁钻, 但是李长弓并不知道, 万物寻技并不单单具备主动预判的能力。 作为《时光回响》的升级版本, 他能够自动为张义感知一切即将到来的危险。 千军一发之际, 张义的本能让他躲过了这一击, 迅速地拉开了距离。 李长弓一击不成, 立刻消失在云层当中。 他的眉头皱了起来。 即便是这样攻击都被他察觉到了吗? 他的内心有些阴沉, 天知道面对这样的对手时, 内心有多绝望。 张义在他的眼睛里, 简直成了一个近乎于无法杀死的存在。 接下来的战斗, 变成了张义与李长弓之间的熬战。 最惨烈, 最危险的战斗, 仅仅发生在前面十分钟, 二人之间见招拆招。 如果有任何的疏漏, 都会瞬间败北。 一名一万五千点的时空系艺人, 一名一万六千点的空间系艺人, 都是华虚国如今顶级的战力。 可是当双方都名牌开打, 谁也无法迅速奈何对方之后, 就变成了长时间的拉锯战。 李长弓的心中憋着一口气, 张义就无法对他造成,造成有效的麻烦。 反观张义,表情则是越来越轻松。 时间每过去一分钟, 他的胜算就会提升一分。 而摸透了李长弓的能力之后, 张义已经立于不败之地。 只要他不着急,不去做死, 就这么一步步耗光李长弓所有的体力与异能。 赢的那个人,就一定是他。 李长弓的心情慢慢开始急躁。 他并不像张义那般拥有长时间停留在空中的能力, 所以虽然依赖云层的遮掩偷袭了张义几招。 但也全部被万物寻觑的被动能力捕捉到, 从而让张义躲过了偷袭。 无奈之下, 他从高空之中坠落下去, 准备调整身姿再发动第二轮的攻击。 可是仍然是那句话, 底牌进出之后, 一个对张义没有太大威胁的对手, 就只能够眼睁睁看着张义对他进行折磨了。 现在, 我的回合才刚刚开始。 张义的嘴角露出一抹细血的笑容。 从头到尾, 他基本上都在以防守为主, 并没有使用出什么真正有效的攻击手段。 不过现在, 攻守一行了。 张义单手一挥, 从一空间之中突然冒出来一百门重炮。 但是炮口却并没有对准大地上的李长弓, 而是对准了周围沉重如同山月一般的灰色云层。 开炮! 张义轻轻说道, 智能系统控制着一百门重炮, 发出了震耳欲聋的响声, 射向云层。 李长弓握紧双刀, 眼眸犀利地望向天空。 虽然没有拿下张义, 但是对张义的攻击, 他也并不畏惧。 双刀之下, 没有什么不会被斩断。 但是预想之中, 黄蜂咒语一般的攻击却没有袭来。 重炮地发射一轮接一轮, 但是轰鸣之后, 天空之中并没有发生什么异动。 李长弓皱起了眉头, 更加小心警惕。 他知道, 张义不会做没有任何异议的行为。 而处于上帝视角的秦启公等人, 却把这一幕看得真真切切。 韩山左不解地问道, 他这是要做什么? 江汉紧张地盯着战场, 沉生说道, 看样子, 像是打算降雪。 人公降雪。 韩山左闻言微微一正, 窗外雪花纷飞。 这种天气, 哪里用得着降雪? 张义也不是冰雪系的艺人, 降雪又有什么用? 秦启公仿佛想到了什么, 嘴角露出一抹微笑。 或许, 不是降雪呢? 难道是降冰雹? 韩山左问道, 秦启公摇了摇头, 继续往后看吧。 总之, 伊普西龙之间的战斗, 出手必定有原因。 果然, 不久之后, 天空果然出现了异动。 那些被轰击之后的阴云翻涌起来, 不多时, 云层越来越厚, 黑沉沉地仿佛要压落下去。 哗啦啦。 突然之间, 倾盆的大雨在狂风之中, 朝着大地零下。 这突如其来的大雨, 让所有人措手不及, 就连李长弓也是眼神有些恶然。 雨? 他们已经几乎忘却了, 还有这种自然现象的存在。 如此寒冷的天气, 只有大雪或者冰雹, 哪还有雨水存在的空间? 可此时, 那些从天而降的雨水, 显然不是假的。 一场暴雨, 在冀北平原之上忽然倾盘下, 覆盖面积高达上百公里。 寒山左瞪大了眼睛, 卧槽, 真的下雨了? 这哥们怎么做到的? 上道文解释道, 这并不难, 只需要在催化剂当中, 加入一些抗结冰的成分, 就能做到。 不过这么一来, 这片土地都会被污染了。 他摇了摇头, 这里可是圣经大驱的底盘。 好在现在没有人种地了, 不然真的怪可惜。 可是, 下雨有什么用啊? 寒山左懒洋洋洋地问道, 上道文笑眯眯地说道, 沟尘不会飞, 所以下雨就足够让他头疼了。 因为这长雨可淋不到混沌的头上。 而且, 他目入金光, 如果是冰雨呢? 李长公此时的确开始烦躁起来。 滂沪的大雨迅速将他周围的大地覆盖, 原本的冰雪受到雨水的影响, 开始出现融化现象。 他脚下的地面不再凝食, 甚至开始变得泥泞。 而且大雨落地之后, 与地面上的雪层融合在一起, 然后迅速地结冰。 地面上又湿又滑, 俨然变成了一个大型溜冰场。 经过他们一轮摧残之后, 这片大地早就混乱不堪, 泥土、冰雪, 如今夹杂着大雨, 更是让地面的环境变得极度恶劣。 虽然李长公身上穿的作战服是防水材料, 脸上的面罩也不会被雨水弄得模糊, 但是脚底下的动作显然受到了极大的影响。 还有一件事情, 李长公很讨厌下雨天, 每当下雨的时候, 他的心情都会变得有些阴郁, 也很容易变得烦躁起来。 高空之上, 张义再度招出无数的枪炮。 小心地滑啊! 张义微笑着说道, 然后身边的枪炮开始猛烈地轰击起来。 一名伊普西龙级艺人因为滑倒在地而惨死, 这种概率极低, 但并不是没有。 到处都是冰雨冻硬的湿滑地面, 他的速度越快, 越容易翻车。 事实证明, 伊普西龙级艺人的两条腿与普通人的两条腿没什么区别, 脚底下穿的鞋子摩擦系数也差不太多。 而在这个时候, 张义的攻击再度袭来, 对烦躁的李长公而言无异于乌漏偏逢连夜雨。 启动防滑模式, 自适应地形, 雨雪形成的冰地。 李长公的随身智能系统为他第一时间调整了作战服的状态, 脚下战靴延伸出防滑结构, 让他不至于在地面上打滑。 但在这样的环境之下, 李长公所受到的影响依旧巨大。 他不得不减缓自己的速度, 并且还得防备天空之上张义的攻击。 我到底要如何破局呢? 李长公的目光凝重, 大脑飞速地运转。 智能系统为他提供的最佳建议, 竟然是逃离这片战场, 并且找到远距离作战的武器在投入战斗。 可现在两个人是在决战, 他如果逃走了, 那就等于是认输了, 将会在六大区所有代表面前成为笑话。 他不愿意接受这个结果。